好,今集埋尾的一套也是,埋尾的話當然是最爛那一套啦 數字遊戲 不需要記名,不過我今季的記名都厲害了很多 講數字啦,我忘記了 跟著講那一套就是魔法戰爭 在今集我不同的場合都在表演這套的不知所謂程度去到整級 這套我沒有看小說,但看動畫 我看完動畫,我一定不會想看小說 漫畫呢? 我一點都不想再看這套 這套真是很難受 我們之前講完,當然有聽眾幫我們補足了一些資料 好像是中了魔法流彈那些設定的 不過我們是敢說麻煩他們 好,接著去到我們,之後就說 當阿母他們,胡桃,七號和一三他們 去了這個學園裏面 我很記得學園長說過一句說話 這個學園是很安全的,你們放心在這裡學習 但在13集裏面,這套學園我數過了,起碼被人襲擊了六次 他們說這句話那時大概是第三集左右的Range 他襲擊了六次 大家知道學園面有一些臥底 學園都是知道的 那時候學園長說的 有得他先 然後我打算,是不是這麼把炮 那些把炮,但I'm sorry,他沒有 這間學園很安全,但是很多臥底在這裡 不抵觸的,兩件事 只知道臥底不傷害你的話 我打算匯莊可能有些材料到 匯莊動手去制補他們 原來不是,用來打到一個學園難 匯莊是走的 而這方面呢,除了我講的詐騙問題 這個會跟隨其情感 但其實呢,他裏面 %阿六這個角色 是%得超級差的 大家都記得頭三集裏面 一直在%阿六 是作為一個S班的學生 你不說我忘記是S的 是,我是由跟著第三集之後 去到最後一集 阿六一直都沒有表現 是沒有表現到覺得 我覺得他根本不是一個魔法師 他只是一個東山來漾 不好意思 故事裏面其實有 第三集開始是說 阿六為了去救回他哥哥 救回他哥哥 的過程裏面 他每次出去之後都說 我要去救回我哥哥 而他救回的方法就是 出去之後毫無幻手之力在那裡哭 被人打 被人虐打,被人捏頸 這個時候 我們偉大主角7號會去幫他 這個設定又是很厲害 現在 這個學員是很安全的 然後 這個學員 這個世界好像說到 是很有保安設定 有個不知什麼界隆 不知什麼鬼子 魔法師傅 然後他們也知道 去混亂世界 之後就會死人 然後這三條彈散 一個 一個 充其量都可以的 用美式引誘人 弄到自己的身體很厲害 糊塗 然後 阿十三的 阿十三的 連整顆魔法彈都沒有搞定 而且用槍魔法都是自爆的 這條人是去自殺的 然後 韋太的主角 他也算是有少許實力 也算是有鮮毒能力 當然 他用死人劍 是彈不到彈甲出來的 他彈不到彈甲出來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覺得 其實是 他們說出去了學校 然後 很厲害 他們三個就偷走了出去 這個崩壞的世界 然後 就是為了找回阿六 然後 當然看到阿六 也看到這裡的設定 設定裡面 阿六 是一個S班的魔法師 他是一個很優秀的 魔法學生 就是 他 先當他是學生 他還未畢業 他阿哥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魔法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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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裡面 被三個彈散打死了 不是 被兩個彈散 一個 應該說 其實不是一個彈散 一個呢 一個就是 因為治療魔法 治療分低了的阿六 一個呢 就是為了弄一顆魔法彈出來 但其實可以事前做 事前做好 不過他事前一直不成功 他在現場才成功 弄了弄魔法彈 出完弄魔法彈之後 他就可以激到他阿哥 厲害 那個強烈設定的人 就說 那麼 他阿哥不是很厲害 然後 最重要這個設定的前提之下 就是什麼呢 大家都要記得 就是頭三集裡面 有說過 就是說 阿十是一個很優秀的魔法師 我們都很想奪回他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裡面 我知道學完之後 就不想奪回他 他說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魔法師 其實就是講一下 後面 其實有大戰 不過 阿學長有多厲害 大家知道 那些老師有多厲害 不過I'm sorry 他們捕捉的手 好了 然後 再回去 學完之後 學完之後 又說 你們真的不知道死 這個是警告 很自然 然後 然後 跟著 就說 你在這個魔法考試裡面 如果能夠拿到好成績 我就給一次機會 你們去救回你阿哥 言下之意 是什麼呢 言下之意 就是說 我一早就知道 怎樣救你阿哥的方法 不過我不說 現在 而這個再引申意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阿哥沒有救的價值 明白了 真的 我實在說 學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 他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他是 然後 在那個 所謂的 魔法考試裡面 大家 首先 我們剛才強調了 這個魔法學員 是很安全的 是 當然 大家都知道 考試的東西 其實是很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程度 在於 考試裡面 會受傷 很難免的 魔法考試 當然有些損傷 然後 被敵襲 還要是大規模敵襲 然後 然後是不知道 當然我們偉大的學員 知道 就是一直有些間諜 然後他覺得很驚奇 為什麼你會入侵島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你放一個間諜 在那裡 但是你 這個間諜 是查不到東西的 然後 到了 出事之後 你又不會覺得 間諜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他 那你學了什麼可怕 可以做一些間諜 不會你 無事間諜 原來是不停地做事 但是他還是做不到 OK 我都不講裡面的細節 其實是不知所謂 其實講完都是 然後就說 OK 到他們說 真的拿到好成績了 要講一段 看到中間學員 看到有幾個學生 就是之前追打鹿的人 追打鹿的人 然後就說他們是洗腦 然後就想說 這些學員長都是洗腦 其實我覺得他哥 1916 他們被捉了洗腦 這樣說 要不要把阿十看他哥 那這些是很黑的劇情 那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考了好成績 然後跟著走 我開始想說 我開始懷疑 你怎樣知道阿十究竟是變 我開始懷疑說 然後他就說 我開始打電話給對方那邊 或者說 我現在有兩個人質 跟你交換人質好沒有 然後就說 好啊 然後就出來了 都是喝茶吃飯兩個 沒事的 然後交換人質 當然是很自信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交換人質 然後 他就把原本洗腦了阿狼神 那兩位 交給引路人 然後他就把阿哥交給阿陸他們 但這個交換人質 又是一絕 大家都知道交換人質其實是一個對等條件 那邊的交換 這裏的交換人質就是 我交兩個人給你 那兩個人就馬上去了引路人那邊 然後跟著阿十來到這裏 他手持了所有武裝人質 然後說 其實他不是交換人質的 我現在給你機會和我彈跳 然後跟著 是 學員長和那個人 然後說 我們要去喝茶 那這邊你們自己搞定 所以我都說 你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搞笑 在於說 你現在的目標 你是要救回阿十 之前有個朋友說 阿十是一個很優勢的方法師 你應該是想奪回他的 你才不要理我的 他的全差 他是真的很不想救他 而且他覺得他這個人是垃圾 而你做了這個條件出來 然後你 放了一大批的資源在那裏 無私氣息的學生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 趁機找阿十去把他們 然後就去打一場 那當然 那些沒有名字的集數 就全部在開頭 然後就說了一句 嗯 主角靠你們了 就是我想著 你說那些學生 他們沒有 就是 最初之前阿六吹 你說那些學生 沒什麼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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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先相信 然後你拍一張 好像很厲害的 在旁邊打算幫忙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但不然兩下就死了 然後你也看到的就是 所謂主角 用這個 用同一個技巧 同一個技量 同一種招式 他們對手 他們說 更加印證一件事 他哥哥真的是一個垃圾 而相對地 阿六也是一個垃圾 兩兄妹都是一堆垃圾 這學生的質素 都 所以其實我明白 為什麼學生 立刻把阿六扁 跟阿母他們一班 因為他覺得這件垃圾 根本不值得放在S班 這件事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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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回他阿哥 他阿哥就解除了一件洗腦 然後 這個劇情也算 然後 劇情就是講 駁武把劍 這件事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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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把劍裡面有個 不知道叫什麼 那些是精靈的 那些東西 駁武 他就是駁武 其實應該沒有名的 但是把劍叫駁武 然後 那一件事很黑暗 因為把劍是不停在吸取阿母的魔力 阿母就會發惡夢 他就會很衰弱的 然後 然後 要怎樣把劍承認他 然後就要入到夢境裡面 其實把劍一開始就說 講了一件事 你沒有資格擁有這把劍 就是把劍那位的精靈 他承認他救一個主人 我不會承認你這個主人 因為你答不到我給你的目標 然後 把劍最後為什麼要承認他 我現在給你一個名字 我會盡量做到符合的事 但是他沒有保證 這個我覺得就是 這個位置我馬上有個影子 給名這個位置 我會馬上想起 那裸鞋AS 習鋒給名 暗之書那裏 那裏 那裏我覺得是 他是有理由 當然 劇情條件不同 但是 這個人我覺得 我十分鐘之前才說 你沒有資格擁有這把劍 然後十分鐘之後 我現在給你一個名字 我馬上擁有這把劍 但我剛才會有名字 也給他一個名字 我不明白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做的 我當你打了一場 博武打輸給阿賊 你成你強者 你用了我的資格 我覺得我OK 但又不是 又打不贏他 然後 然後 去到那個位置 他說 他說的其實是沒有說的 他說 我不知道我究竟 做不做到你的事 但是我會盡量 全力去做 還有我現在 我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我的魔法好事 但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給你一個名字 嘩我真是 頂 高胡說 偷騙拐騙 浪子欺騙 嘶嘗到你感情 那些層出不狂的 那可能有人在中招呢 而這個位置就是 OK 我當你真是把劍 從來 從來沒試過有男人這樣跟我講話 我當你 我當你這樣受騙了 上一代是女主人 所以他不熟男人 很正常的事 今代 那有經驗 現在 對不對 然後 到 這個再跳少 這個跳少 到薄武 給他 弟弟 拿了之後 跳教改造 黑化了 黑化了 沒有黑化了 是綁著鎖子 然後說 你吸他魔力就可以了 薄武吸他魔力就可以了 你調教成功 不會吸魔力的 知不知道 I'm sorry 那阿武的調教技巧不行 沒有辦法 這件事 當然你說故事的這裡 當然你中間裏面 還有就是 剛才說他弟弟 他弟弟也轉入了這個魔法學園 其實要講的就是 在這裡裏面要一辣要講的一件事就是 整套東西裡面 每一個角色 是做得成功 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是失敗 我就知道這個 魔法病毒是 拿一個出一個 首先剛才我們說 阿拾 好天才 當然大家也知道 強者加入我方 變弱定律 他現在自己很弱 他是變得 就是 弱到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 原來他是個女朋友 然後 然後 阿駱更加不用說 他是由頭到尾 他只是拿著把槍 然後跌到地上 然後叫 然後就說哥哥 這樣就算了 這個人是阿順來的 這個人 阿順都給他 阿順起碼可以出鎖鏈 接著 胡桃 胡桃這個角色 有嗎 胡桃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厲害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我 我和你 我和阿母 就是 假萬情侶 我們的約定 就是 大家要找到 喜歡的人 我們就解除 這個 戀人 那大家都要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若然 我 公開宣佈 跟大家說 我和誰 誰和我 是在拍拖 除非 那個人 是為了 拆散 為了拆散情侶 而出現的 一些野心家之外 是不會走進來的 除非你們兩個分手 但是 所以胡桃這件事是很有機心的 這件事根本是不能夠成立的 OK 到真的 有一條女子 黏起來之後 這傢伙就嚇吵了 這傢伙 你明明已經有了我 但是 前置條片就是 你們是假的 這個角色 整個角色就是揭絲底 你們 就是 我 我 不行 我 除了阿母 阿母 除了我 終於 哪一條女子黏在阿母 我就會發神經 問題是他又和他弟弟兄弟 有關係 他弟弟是喜歡他 他弟弟也是另一個病 他弟弟是這套東西裡面 最病態最病態那個 我喜歡病態 我喜歡病態 他 這傢伙 這傢伙是消極武佬 兼且反社會人 首先就是 他們和阿母的決裂點 就是 當他知道糊塗和阿母 拍拖 這傢伙就說 他哥哥不會糊塗 他才是最會糊塗的男人 然後遷路他哥哥 然後被他哥哥推開了 應該是想救他 他不讓他站著 然後把腳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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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哥哥 你妒忌我而已 所以要把我弄傷 然後 然後 進到這個 魔法校園 裡面 那個時候 然後 故事 這裡繼續推進 然後好像沒什麼 他裝模樣 然後到魔法戰爭出現 那一下 然後 當中 戰鬥裡面 他跟著 跟著 他跟著跟你說 我知道一切都是我媽媽的陰謀 我知道 不關我哥哥的事 但我真理 然後 跟著 他當時已經知道 胡圖和哥哥是搞拍拖的 但我真理 即是說 他哥哥 即是 他哥哥為了保護 不讓其他男生去騷擾 即是 嚴格來說 其實 他想清楚 其實 他 阿波保護了 那女兒 那女兒永遠都是真兇 永遠都是 沒有男朋友狀態 那就是 你都知道這男生是假的 那 你隨時有機會上 但你生你哥哥 因為他做了他男朋友 但他男朋友是假的 這男生首先在老殘方面 就是他邏輯是有問題的 這男生 真的不明白 因為他經常 這麼想 真阿哥要跟阿哥打 其實無緣無故 但阿哥無法做他的事 當然 他真他阿哥的原因就是 他覺得胡圖是喜歡他阿哥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 他說的理由 是沒有理由 然後 當他知道 一切都是在他媽媽 他媽因為 某些原因 要在 那個位置殺他 其實是不關他阿哥的事 他阿哥只是 只是 都是 這麼巧 在那個位置 出現 其實是 然後跟著說 但我也是真理 我覺得你一定要死 然後跟著 這男生厲害在在於 就是 在他打的途中胡圖 幫阿姆 擋了一劍 然後這男生就說 不是 不是我的錯 是阿哥的錯 他不和我打就沒有事 是 那男生 手壓手 近距離 即是 金營胡圖 接著說 不關我事 一切都是他的錯 他說 是呀我沒有錯 一切都是阿姆不好 我覺得這男生 這男生 猜的 他是喜歡 無腦無離頭 兼老殘兼反社會人格 但是不知對面很喜歡他 收入他 就去 就是因為他救老殘 老實說 你要控制一個人 最重要 你 當然 有個對白就叫 不怕神一樣對手 聚下豬一樣的隊友 但是老殘是另一位 豬 豬那種隊友是叫蠢 但是老殘的話 是不思考 你叫他做什麼 他都會做 這些人就是最佳的人選 現在組織有什麼 你叫引路人 引路人就是 你去那裏做事 最適合什麼 就是這些老殘 而不得不提 其實我們 這場戰爭 這場所謂的魔法戰爭 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最後要說這場魔法戰爭 這場魔法戰爭 最初大家都記得 我們深刻講過的設定 就是因為他們為了 真實現實世界的支配權 而在這個已經崩壞的世界裏 去決鬥 就是為了得到現實世界的操控 為何要得到現實世界的操控 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實世界未被破壞 然後跟著 也都之前有個設定 就是說 十三位魔法師 弄了一個結界出來 那個叫恩賜 不可以在現世裏面用魔法 用魔法就會失去魔力 當然 其實第一個裏面 在同伴裏面 第一個犧牲者 那個叫十三 因為他不想對他阿妹用魔法 令他阿妹成為魔法師 那他其實也很糟 不過當然 我們之前有聽眾 告訴我 那個理論就是 沒有心的其實是另計的 沒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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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蓄意的 是另計的 OK 我當這件事 然後 結界其實很容易打破 要殺了其中一個 就是殺了一個人就可以了 殺了十三位魔法師 就是殺了其中一個人還是什麼 總之是殺了恩賜 那條 出恩賜魔法師 總之是他搞到這個恩賜系統 系統 先弄掉 然後 就是為了現實世界打 當然要提另外一個 這個愚蠢 最重要就是 為何兩派魔法師 會決鬥 其實這個理由他沒有很完整去講過 其實這個理由 因為是講和馬那邊 和馬那邊 那位引路人那邊的 其實沒有講過 究竟為何要這樣做 不是 我要質疑你一件事 即是你可能 就算你恩賜無優 但你 現實世界 你魔法師 用魔法會協助到普通人 普通人都會用魔法師 你這樣打算 真是全東京 最底細就是和馬那個 和馬的理由 不知道為何要去 但是和馬的理由就是 我要殺了所有反 應該說他要令所有魔法師 在無私氣息的支配之下解放 所有人都可以有魔法 那和現實世界有什麽關係 你們不可以在 你們不可以在 奔衛世紀裡打 一定要在現實世界裡 才可以解放魔法師 奔衛世紀都爛死 當然他 你這個解釋 你要這樣去理解 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恩賜是 因此是 令到魔法師 不能在現實裡有魔法 但是 我不可以 我不需要在現實打 我就是 你去現實打的理由 做什麽 最重要的是 在現實來說 現實的人 其實是沒有反應的 嘩 你見不見到 有其他生非 但是 在整個劇情裡 沒有描寫過現實世界 究竟發生了什麽 現實世界對魔法師 究竟有什麽反應 他們好像在天上打冰箱 沒有人來的 大家是不需要理這件事 大家覺得是拍 那些獅子真是壞 復仇仔聯盟第二集 你正在拍 是 還可以收拖地 真是 正確不正彩 有人整個挖身在這裏 嘩 這個 那個故事其實 那故事其實是在說什麽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給我聽 其實 那個故事就是 和馬 他要解放魔法師 然後魔法師 就要 然後他打輸了 然後 因此魔法 已經打敗了的 崩壞世界和現實世界 割開了 製成兩個世界 然後魔法師聯會 就說 我們就會在這個世界裏 不停在這裏打 打到最後贏了那個 就可以拿到現實世界的支配權 對 崩壞世界打了媽媽 沒有人實在打 然後 然後和馬 和馬是不知什麽因 其實 最重要就是 完全不知和馬在做什麽 在動畫裏面 他就是 可以和胡桃講過 胡桃是知道的 然後就是 我們不知道 你不要懶神地這樣 現在這套東西裏面 就是說 我們是不知道為什麽要戰爭 現在是 所以後來胡桃會衝過去 頂著阿武和他的兄弟打 因為他應該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不知道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這套東西很低能 低微量 但是 他講到和馬 是因為他看不慣 無私氣息那種 高高在上 就是覺得他們只能夠 只能夠他們才配有魔法這件事 當然這件事衍生了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在中間裏面有一段劇情說 就是 阿武知道了無私氣息的陰暗面之下 但學員長就說 給他知道了我們的陰暗面 雖然 引路人說的東西是正確 但是 但是 我 他不知說好像是阿武說 他的抉擇一定是 我們是對的 那爲什麽你會是對的 就是說你都承認 那部份是 那部份是 黑暗面 是你們做過的事 就是這班人裏面 學員長 他 這傢伙說謊的實力很高 先說這個學員很安全 完全不安全 然後不安全 他自己 這傢伙也是 還有 這裏的劇情也是 很小的 就是 學員長被人打敗了 輸了之後 兩集之後出回來 不知什麽因由 其實這套東西裏面 我不明白 不知 角色有什麽用 不知 角色性格很難看 魔法很難看 那些魔法是什麽 魔法神 看下去之後 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老實說 今季裏面最差的一定是這一套 我可以很肯定 我也覺得是 老實說 就算有色情有賣肉 我起碼有肉看 你作為一套劇情 我明白 洗澡成爹應該沒有 這套劇情也沒有 其實 你賣肉 我也不過他有賣肉 有 第二集 只是胡桃 出生物魔法 當時把自己的魔法 變成那套算不算 如果你當那套不算 那套就沒有了 沒有的 一拍就算了 角色不行 劇情不行 設定不行 他們好像想做第二季 看看他的樣子 突然回到過去 老實說 我覺得 如果有人肯 讓他做第二季的話 那套是老村洞 不會 你明白 我肯定那套劇 是被人洗腦 我肯定那套劇 那套劇 是被人洗腦 他有錢 這套劇 我不知道他 輕小說排名是多少 但我告訴你 我動畫 我覺得這套劇 是不知所謂 甚至我覺得 我看完一集 我覺得英出 都比他好看 英出是女體 我起碼有主題 我知道是看兩個女人 Kiss 對 我也看到最後兩個女人 是不斷Kiss 你只可以說他過過 但你不可以說他離開 或者是你不知他在說什麼 他只是說給聽Kiss的四二八首 但這套劇 告訴我什麼 兩兄弟打 你又不知幹什麼 兩派人打 兩派人打 你又不知幹什麼 然後最後故事告訴你 無緣無故去了一年前的時空 幹什麼 不知道 因為過去不是一年前 過去 總之是回到和馬和學員長 還沒訓練之前的學員時代 那時候 幹什麼 不知道的 其實是 你突然看見很多人 是用魔法護軍 其實是那個畫面 魔法護軍 第一開 槍戰 爆發 這套劇 老實說 我甚至老實說 我看的時候 真是黑日 老實說 我看動畫已經很大量 我自己都覺得 我都覺得這套劇 我也想講粗口 我什麼都覺得 那些人哪是魔法 我站在那裡 雷拍白白白白的開火 槍戰 你真是 然後最厲害的 就是 這一套劇 其實我們下集說 奔赴的時候 都會講這些 阿姆的魔法 是仙獨 弟弟的魔法 是神速 不是,神速魔法是個系統來的,在裡面一個先讀,一個好像是瞬間轉移吧? 是,瞬間轉移,而這件事的話,瞬間轉移是永遠會輸給先讀的,告訴你,是不可能先讀是會輸給瞬間轉移的,除非兩個身體能力是差到極大,但是我見裡面他們兩個身體能力不是差得很大,其實 瞬間移動閉,有什麼所謂,這個就是,如果我才讀到你,我明知道你在我後面出來兩秒後出現,你在我兩秒之後出現,斬死你先,找你個位置,我放了一把刀,原來是劏土,哪有可能會輸,這件事奔赴都有同樣的情況,不過奔赴到時候再講這個問題,但是這裡裡面,當然,你只可以說,阿哥的魔法不成熟,阿哥看得不夠遠, 然後他之後還看得遠,他說,叫做比利,咬得通,我叫做比利,一秒之後可能瞬間移動,其實只需要零點幾秒而已,你追不住他的速度,我當你算了,我都當你這個,但是其他的魔法,一三,有什麼用呢,這個人,沒有用的,這個人,一三,他有表現過嗎,草子彈,他是一個彈甲來的而已,那死了,大哥,所以整套東西裡面,我只用支離脫稅, 不知所謂,要劇情,沒有劇情,沒有人話,要武器,沒有武器,要魔法,沒有魔法,要女兒,沒有女兒,要魔法,沒有魔法,要決定,沒有決定,要戰爭,沒有戰爭,要親情,沒有親情,要無離頭,不要無離頭,有無離頭,有無離頭,我也無離頭,那個老殘,那個叫, 都叫無離頭,你都對的,其實我最後那個位置說錯,但是這套東西老實說,我建議,真是千萬不要看, 就是我真的,我真的,我是成腰,真是有看過,小說的朋友,告訴我,他跟動畫的差別是不是一樣,如果是的話,我覺得就是, 就是說,這樣都寫到的話,三本寬假定是天才啦,老實說,我終於,我也會終於明白,為什麼三本寬可以在這個列界混在這麽多年, 就是因為,沒有,沒有更差,不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這套東西,我真的,老實說,輕小說,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我覺得,買那個人也很有問題,其實,看完第一集之後,應該要消輸的,這本書,我覺得, 不是,第一集問題是不明顯的,可能第三、第四有些出事呢,不知所謂,大家記得, 強烈,強烈警告,警告,警告,千萬千萬不要,不要看這套作品,我說的,這個是,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拜拜,